沿下來臨最好的消暑涼方 就是到海邊清涼一下 不過細水消暑之餘 除了不讓肌膚曬傷 更重要的是注意細水安全 身上有傷有疤的 可要好好護理傷口 避免產生疤痕 否則夏天玩水時 就會因為這些疤痕 讓自己綁手又綁腳 想要比較不要那個流疤的話 我們一般會建議就是 我們先在這個 手手上面做清潔 把它清潔乾淨 真的不小心有了傷口和疤痕 醫師建議可先利用 生理食鹽水清洗並止血 再透過透氣 且經過滅菌的材料來覆蓋 減少傷口感染的可能 我們整個貼上去之後 保持乾燥 那我們會希望這個美容膠帶 貼上去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都不要去做更換 讓它這個皮膚可以生長 黏合完整這樣 俗稱美容膠帶的免縫膠帶 在常見的創傷 撕裂傷 燒燙傷 或是手術縫合後的線性傷口 都能使用 只不過在天然覆蓋的細節上 得掌握訣竅 那一般免縫膠帶 我們建議是在做這個 疤痕的這個處理方面 它貼的這個方向跟 你傷口是垂直的 因為我們疤痕的形成 跟這個皮膚的張力 是有相關 所以說我們在 免縫膠帶貼垂直的時候 可以降低這個 這個疤痕的這個張力 那另外就是 它有這個壓迫的效果 免縫膠帶的抗臟纖維素 可以提供抗臟力 和適當的壓迫效果 避免肥厚性疤痕的產生 夏日愛美出遊 可別忽略這一些小細節 同時避免讓陽光曬到傷疤 照顧好傷口 才能美美的玩 留下美美的夏日回憶 以上新聞由 NOW NEWS 今日新聞採訪報導